天氣潮濕要怎麼選擇抽濕機呢? 我們首先看看流動抽濕機 看看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這類抽濕機的機身比較牙位 開到差不多要用人手幫它倒水 電源線容易踢腳之外 一般也比較浪費電 而且每年都有這類機發生火警的報告 至於安裝在天花的抽濕機 基本上是隱形見不到的 長時間用的話電費最便宜 自動經管道去水又見不到電線 比較安全也比較寧靜 室內的潮濕空氣會吸入到機身裏 空氣裏的水分會經冷凝氣抽出流走 接著會以紫外線光中煤消毒殺菌 經過溫度調子後便會輸出磨亂空氣 將整間屋淨化了變得乾淨又清爽 高尾抽濕機 高尾空調